啊 唐葫芦 哎好嘞 客官您稍等啊 背手背腳背手 哎 客官您的糖葫芦 哎路邊啊 搶了一條小桌子吧 趕回家給老娘做個伴 哈哈 好 好 你等一下 給你老娘賣點吃的 謝謝老爺 月兒 我差點給你帶來什麼吃 月兒 月兒 快追上來了 姐 放了我女兒 月兒 日兒 月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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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兒 我女人还给我 你们要多少钱都行 老爷 这天上吊着馅底啊 我们可不敢赌钱 不 您放心 您女儿一定给您卖个好价钱 阿爹 阿爹一定会 找到 西方殿下 上上去 已经在庙里等 知道了 雷儿 你再把这一转一会儿 阿爹出去换点事 出去 哦 我跟阿爹一起去 我还要吃桃花酥 桃葫芦 看这是什么 好漂亮的石头 这个呀 可不是石头 这是用东海巨岩 骄人类做的骄珠 雷儿怪 在车里等阿爹回来 阿爹啊 就把这个送给你 好 真好看 快 阿爹回来 小姑娘 阿爹不放心 你一个人在这里 让我带你过去 阿爹 让我待在车里等他 傻孩子 你看 这是你阿爹给你买的 走 我带你过去 我原来带过来 请往那下 公辨知识 不宜延迟 有意义 怎么这样会不会惹到不该惹的人呢 你还能做什么 好吗 严家娘子 货呀 已经给您弄完了 您看 这次 我们好不容易搞到这么白净的货 你得加钱啊 加什么钱 那丫头 一看就干不了中 最多 三十文 我们不是说好的五十文吗 我说你 哎 三十文就三十文 行行行 哎 我要回家 回家 回家 二十文 以后 这儿就是你的家 好好伺候我家二郎 将来 给我们严家 生几个大胖小子 我要回家 我还治不了你呢 过去住 过去扑 二十文 大鸡 鸡 给你吃 吃啥 我是颜耳郎 放心吧 我会照顾你 那你帮我解开绳子 我手动不了 哦 娘他要逃走 你往哪跑 让你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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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你别打了 是我把他解开的 你是孩子 我打他是为你好 让他找你进去 他我就得碰了 不会的 我会看着他的 你要打是连我一起打后了 这回是饶了你 给我亲好了 以后你就叫颜草儿 好好给我整个眼睛 你怕不怕痒 好痒 二郎 对不起 你没事吧 没事 别 怎么 你迟早都是我的人 没 我只是 颜草儿 难道我呢 这会掉过一颗 重河二世 皇帝荒淫无度 朝银动荡 绵不不生 秦王崔炳渊 届士起兵 即位称 上朝 户荣 吴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吴皇万岁万万岁 Bott Gallery kyo dak 等 遵旨 主阳 陈赛 任 方与第一巡使 带朕巡查各地 人生 人口贩卖之间 同时 寻找原儿公主的下落 陈 明旨 家里已经三天没你了 你还敢偷来 是想饿死我们吗 我 那我再多出去 你不在家照顾爷爷 天天往外跑 不会 是想借着挖野菜的名口 逃跑吧 我没有 别怪我没提醒你 以后再敢乱跑 都是歪脑机 打断你的腿 你走吧 至少 你还能走 十年烟炫 两茫茫 如今原儿已是急急着你 不知过得还好吗 为父 也只能每年给你画一幅画像 卫大人 陛下今日心情不好 不上朝 也不见任何人 请回吧 我有钥匙 要向陛下禀报 何事啊 陛下 臣 找到公主的下落了 快进来 后见陛下 快告诉臣 原人在哪儿 陛下 臣前人去彻查一人雅兹朝旋 偶然从一卖贼口中得知 公主当年 被卖到了寿安县一带 太好了 快 备车 去寿安 陛下 圣驾出席 必大动干戈 若惊动了寿安的贼人 恐对公主无力 请陛下允许我 带回前往 臣已向上人头担保 定将公主 平安带回 哼 臣已已定 你我微服出行 谁若总录消息 陈 周期求求你 臣 敦知 父亲 你在哪儿呢 不知 师父记得你了 小鸟 娘又打你了 二朗 我难道做得还不够好吗 对不起 村里人都这样 他们是怕你跑 我从哪来的我都不记得了 我还能跑到哪去 你再等等 我马上就要进室了 我发誓 只要我考上了功名 我就带你离开这儿 保你荣华富贵 想之不尽 我相信你 就是 咱们家这么穷 也不知道 能不能凑上 进进赶考的盘战 二郎 你专心念书 盘战的事 我来想办法 为何都是富人在做中火 陛下 带臣前去问问 嫂嫂 敢问嫂嫂 这里是颜家村吗 嫂嫂莫怕 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客商 我们是想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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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这个村子不对劲 我听完这个村子 有些地方被拐的妇女 与外来人交谈 会被活活烧死 看来此村 必有蹊跷 等会儿 终于拿着什么 没什么 女儿家不吃钱的玩意 食不吃钱 我自己会瞧 给我 你们老大跟你说话呢 听见没有 干什么 放开我 我让他 拿来吧 住手 你们是谁啊 哪凉快 哪待着去 你这话是工人陈杰 还有没有王法 王法 在颜家村 老子就是王法 告诉你们 别多管些事啊 如何 那这闲事啊 但我不建议 把你一起抢 老头 你看着天有钱嘛 大胆 你进口 你方才说 这地方归你管辖 我问你 可就何止你姓氏名谁 姓富名贵 颜家村村长 就是我亲爹 可据我所知 这地方 归受案县令管辖 好了 县太爷 那就是我干爹 在这 我踩死你 就跟弄死两只蚂蚁一样简单 放肆 刁蜜 知道在和谁说话吗 开来劲啊 我今天非得踩死你们两只蚂蚁不可 小的们给我上 这件事和他们没关系啊 村子里的事冲我来 帮外人离开 不要 城上英雄啊 那我承认你 毕竟啊 八光两个男人 哪有八光一个美人 小的们给我上 老爷这人如何处置 对脚胳膊放了 是 捞命啊 啊 还不滚 给我等着 还不走 姑娘你没事吧 多谢二位小事 小女祖外 一时恍惚 对了 你是这个村的人吧 我 以后再敢乱跑 动上歪脑筋 打断你的锤 二位得罪了村长的儿子 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 哎 姑娘 无碍 要是不出意外的话 月儿应该也长这么大了 老板 这个吊坠能当多少钱 不值钱 最多给你一两银子 这是找到爹娘唯一的信物 你到底卖不卖 哈尔隆对我那么好 我一定不能辜负他 必须助他考上功名 卖 我让你去什么乱 你跑哪去了 娘 他就是想逃跑 娘 他应该吃吃挖野菜了 野菜呢 草儿你可说你去哪了 绝对比起还会以前一样 草儿 你可说你去哪了 说出来就没事了 爷爷 草儿很乖的 你别再打了 也对 打了这么多年也没用 依我看 直接把他双腿打断 把他双腿打断 你们干什么的 不知这位姑娘所犯何事 已经如此对她 这事跟你们外人没关系 赶紧离开我严家园的 我们刚才和这位姑娘 有一面之缘 自然不能算没有关系 我们如此警惕 她和外人接触 难不成 她是为买来的 你胡说什么 我都报官了 你们可知 自十年前五弟登记 买卖人口 尤其是买卖女子 就以十恶之罪同论 客人说笑了 给我们一百个胆 也不敢干这种事 是啊 这可是杀头的大罪 我们就是管教一下 赐驾而协 这位姑娘 你真是他们家媳妇吗 草儿 不要怕 如果你真是拐来的 我可以带你离开 都说了是我媳妇 你们还要抢名女不超 二郎 二郎 老爷 我是这家的媳妇 乌妇 二郎 是我们唐突了 我们就是爱做生意的 你的家事啊 的确和我们没有关系 不知道 可否在此投诉几日 不行 我们家没有多余的房间 出门在外都不容易 能帮就帮呗 多谢 那这几日 就劳烦这位草儿姑娘 照顾我们起居客 草儿这孩子年纪小 我这不是担心 他不懂事 冲闯了老爷 老人家不必有此顾虑 我觉得和这孩子 听不远 这他人 爷爷 爷爷 你就原谅草儿吧 我一定会管好他的 爷爷 快去 爷爷 我不能娶个哑巴当媳妇啊 那又怎么样 合成孩子就行 可是我 下去 月娘 按住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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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娘 二郎求你们翻过草儿 我身为一个男子汉 连自己的媳妇都保护不好 那我即便考试了功名 有什么用啊 起来 二郎 我的傻儿子 你能不能为了 这个仙国下跪啊 二郎 二郎 他有什么好的呀 你快起来呀 爷爷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 爹 还不动手 你 不要 你啊 不要你啊 不要你啊 不要 不要 那就请家法吧 说 你是怎么认识那两个人的 我真的是在村口偶遇的 你去村口做什么 我 不能把当掉这次的事情说出来 这是二郎金金盖子的 你不能交出来 那丫头 现在可什么鬼主意 还能说实话 我想到他是实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心思 你害人家有钱还是外人人 就想勾引他 想让他带你出去 是不是 是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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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你的毒伤 够了 你生是严价的人 是 是严价的北 想出去 门都没有 行 娘 别再打了 草儿知道错了 儿子 你长点心吧 你媳妇 都快跟别人跑了 不会的 娘 我了解草儿 草儿一定不是故意去招惹那两个外地人的 是严价啊 草儿 你只知道你心疼草儿 至于他到底是怎么招惹上这两个人 我就不再追求了 真的 爷爷 还是你最好 爷爷 不过 我听说当今朝廷 派了御室 四处巡查 拐卖人口之事 你绝对不能让草儿 外语的人乱说 严价 哎 我叛党了 你要吃下去 我的嗓苍羊 在干什么 这位官人 我的妹妹得了一种怪病 这不 我娘寻找了一个偏方 给她治病来着 好 然来如此 这偏方有好有坏 看病啊 最好还是去找郎中 老爷说得是 想言 我们就带她去城里 看郎中 给二位的客房 已经收拾好了 二位 随我来 老二 带你媳妇下去收拾收拾 此事暂且作罢 草儿 你给我听好 这两天 好好伺候那位老爷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给我想清楚了再说 很疼吧 对不起 是我没用 没事 二郎 这些借你拿去赶考 这 这钱是哪来的 我把雕坠当了 草儿 你真的对我太好了 你放心 等我考上大官 我一定去你做官夫人 要不 你把衣服脱了 我帮你处理一下 背上的伤吧 同样都是严家的同样心 严草儿 你凭什么这么好命 二郎 我还是自己来吧 反正咱们俩是早晚的事 不如今天晚上 就把事给办了 反正咱们俩是早晚的事 不如今天晚上 就把事给办了 二郎 我 我不是故意的 我救了你 我百般照顾你就这么对我 对不起 对不起我 我明白了 你根本就不爱我 你做的这一切 就是为了骗取我的信任 然后离开这里 不是 我没有 二郎 月娘说的真没错 你真的在勾引一个外地人 二郎 你 你听我说 二郎 谁 二郎 爷爷找你有重要的事情 叫你过去 知道了 二郎 爷爷在哪呢 你带我来柴房干什么 二郎 这么多年 你也忍得很辛苦吧 要不要 我帮帮你 早三 你 怕啥 你大哥 都死了那么多年了 可是呢 你不会 真的为炎草儿 守身如玉吧 如果他一辈子都不让你碰 那你岂不是 要当一辈子的和尚 我要是给了你 你要是不认账该怎么办 怎么可能 等我考上了大官 我就娶你做我的夫人 到时候 你给我生个大胖小子 我把家产都给他 那 草儿妹妹 又是生气了 别跟我提她 我是发现了 岩草儿就是块五不热的石头 赶明儿我就把它卖到剧院去 万岁万岁万万岁 起身 谢万岁 李建立 你怎么来了 皇上此次是微服司法 不想暴露身份 陛下请看 这是原儿的胶珠吊坠 用东海剧院胶人类制成 天下仅有一枚 你是如何得到的 城中荡铺 是他 你怎么还在这儿 姨二郎 刚才你和月娘在柴房 讲的话可是真心 你都听到了 既然妹妹 已经发现了 二郎 那我们就无需 再争议 我现在已经是二郎的女人了 你羡慕了吗 我羡慕 我羡慕你们无耻 还是羡慕你们恶羡 你 这巴掌是替二郎打的 你这个有眼无珠的贱人 我已经决定取月娘为妻了 以后别想指望我护着你 多心 何关 是我 是我 自叫人 醉我心 我心 我心 我是一二郎 放心吧我会照顾你 站住 一会儿那二位问起你脸上的伤 该怎么说 洗了一点说 洗碗 洗碗 月儿 你再把车里等一会儿 阿爹出去办点事 哦 我跟阿爹一起去 你看这是什么 好漂亮的是他 月儿乖 在车里等阿爹回来 阿爹啊 就把这个送给你好不好 好 真好看 真好看 进来 老爷 您叫我来有什么吩咐吗 没什么事 就是想找你来说说话 来 到我这里来 你别怕 我大概猜得出来 你是被人鸭子卖到这里来的 我不好 我 不是 我 我就是严家聪明 一个人的口音一旦形成 能改变 虽然你的口音被童话了不少 但依稀 还带着伤筋梦 那 那是因为 还不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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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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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你 月儿妹妹 你说什么 月儿 我的孩子 阿爹终于找到人 儿妹妹 这是怎么了呀 没 没什么 给我吧 有草儿姑娘伺候就行了 其实 就不必麻烦月姑娘 对了 爷爷让我 跟你说句话 别怠慢了贺人 老爷 没什么事 我也先走了 等一下 这是通信封 我们暂时不会离开首安 如果你想找我们 放开他 我自会前来 这姑娘的确与众不同 若这是源儿 该多好 一路平安 告辞 总算是走了 这几人 我的心一直悬着 原草儿 从哪儿买的 我不知道 爹 那丫头什么来头 别管他什么来头 到了我们严家村 都得趴着 就是个人 我尽 真爱 你把他多压了 迟早是个麻烦事 想办法解决掉吧 怎么见 我 真是你 你说什么 今天我们相见之后 你去了大路对吗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想清楚的 但是 否则 后宫是知道的 没有 没有 城中当铺 陛下 近日城中当铺被截 背直前往调查 客人的典当物 几乎被洗劫一空 唯独这吊坠 大概是因为珍贵 被单独放了起来 才幸免于难 这个老板 可否记得这顶当之人是谁 陛下输罪 当铺老板被劫匪砍了一刀 目前尚在昏迷之中 你跟我说实话 你究竟是不是被人拐到这里来的 姑娘 我家老爷的身份 没有你想象的 只要你肯说实话 我们就一定能够带你出去 小姑娘 阿爹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 让我带你过去 阿爹看我待在车里等他 傻孩子你看 这是你阿爹给你买的 走我带你过去 老爷 啊 饭做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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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对吗 好好干活 少说话 还能活得长点 做好了就端出去 啊 站住 去拿双盖子换来一起吃 草儿 你是不是在饭菜里下药了 我没有 没良心的东西 这些年 我们管你吃 管你住 你反过来要害我 娘 别跟他说 直接送到村长那里去 按村规处置 我没有下毒 你们想害死我 直接杀了就是 不尽管再不落泪 没有下毒 你先吃 吃 吃啊 吃吧 吃好肉 吃好肉 吃饭吧 爹 我就说吧 他没这个胆 白下一块肉 十块肉 我品尝是不是对你太好了 让你改光明正大的下毒 雅二郎 自己干了什么破事 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是真实 一直被你蒙在鼓里 我看你就是不守负荡 就是想出去勾引男人 你记住了 你永远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我是草 可我是野火烧不尽 我吹不倒的烟草儿 这么晚了 去哪儿啊 去哪儿啊 我 我 你让我出去办点事 这么晚了 办手势 我们家先前荡出去的手势 你要让我去把它赎回来 怕再晚就被卖掉了 哦 可我怎么听说 你给严家人下的盲汗药 想要私自淘汰 贵哥 怎么了严家人 终于想从了 明晚子时 你去村头守着 保准你会有大惊喜 到时候 我可就是你的人了 南瓜想死 做鬼也放你了 哎 静 明晚 子时 你说什么 我听月娘说 你偷了他的盲汗药 趁他们晕倒的时候 想要带着他们的钱 投死 啊 哦 哎呀 盐盐盐盐 他果然没骗我 你来严家村的时间不短 一定知道 孙子豪子 是什么样的下场吧 陛下 陛下 臣彻查清楚了 这盐家村 确实有问题 什么问题 这个村 重男轻女 一向只流男婴 久而久之 这个村子里面没了女人 再加上这个村子里的男人 大多都是好吃晚做 少有女孩愿意嫁进来 所以媳妇 都是牙迫从外面拐买来的 这些女孩 从小就被拐过来 刚开始还会有反抗 等时间长了 便认了命 等有了孩子成了亲 就更加没有讨厌心 就算有 一旦被人发现 也会当着全村人的面 或或骚死 依此证实 草人 简直是不把我大前国的律法 放在眼里 继续追查 一旦有情况 即可向这汇报 是 进来 这好像是严家的媳妇吧 是啊 长得这么漂亮 太可惜了 正要是割床了傻 爷爷 要不您向村长 去去请吧 傻话 这就是我们 严家村的规矩 逃魄的女人 都是这个家长 求情者 重罪论 只可惜 这丫头还没为我们严家 生几个胖小子 只是个呸情婚 皇上 当铺老板醒了 已问出 典当吊坠 谁 当铺老板说 是严家村 严家的儿媳 不然是她 我要告发的人是 月娘 什么 你背着我儿子 搞成哪个严男人了 我没有 严草儿 你别选口派人 你不要死到临头 想拉个电背的 是啊 我认识你这么多年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严二了 你那么紧张干什么 是怕我说出 和月娘偷情的人 就是你吗 你想给我胡说八道 我不说八道 那天晚上在柴房 你们俩做了什么 我看得一见二楚 我看啊 八成是真的 我前些天还看到严二来 和月娘一起出门 人家老大死得早 我要是月娘啊 也不愿意一辈子收拐 爷爷 娘 我是被冤枉呢 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严草儿 你个白眼狼 你不要死到临头 想拉个人电背呢 村长 他说的都是假的 醒醒 马上醒醒 烧死他 好了 乡亲们 静一静 严草儿 不安分守己 妄图毒害家人 私讨出孙 暗村归 是以火刑 临死之前 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各位婶婶 各位姐妹 每个人生下来 都是一样的 我们女人也是人 也有自己的行歪了 想法报复 我们不是这些人 用来生孩子的工具 严草儿 你那说什么 不是了 大家和我一样 都是被人牙子 拐来这里的 难道你们就想 一辈子都待在这里吗 不想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这 你知不知道 你那说什么 这个女人疯了吧 就是好好的日子不过 非要作死 还要拉着我们 别闹 既然没有什么要说的 那就行行吧 等一下 我还有话要说 我要告发 这个村子里有人不守护党 我若说出此人 能不能免于处罚 昏归就是昏归 不能变 你若说出 是哪个女人不守护的 我倒可以让你 疯 你要告发谁 想清楚了吗 我要告发的人是 月娘 行行 马上就行 烧死他 别活了 烧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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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管卖人公 是触犯大截律法的 律法 人家村天高皇帝远 昏归就是律 昏归就是法 你就不害怕有人告你吗 你以为 这些年没有人去告你 哎 这些年告状的人 下场如何 原来 你早就和县令 好陷一气 行了 别再浪费心机 费尽口车了 今日 除非圣上亲临 此则 难逃一次 还是乖乖地认命 你怎知今夜皇上 不会亲临严家村 我看你是吓傻了吧 圣上也在上京 怎么会来我们严家村呢 皇上只想说完 现闹饥荒 退一下老祖习民情 民情 皇上已经来过严家村 哈哈哈哈 你守卫言耸听 你该不会想说 那几个外地商人 就是皇上吧 如果我说那人就是 我皇上来了 一个都跑不了 人闹了别路 真的什么火焰都能编出来 大伙听见了吗 他说那几个外地商人是皇上 哈哈哈哈 的确听到风声 皇上今日要来寿安 爹 你别被他给骗了 他明显就是想偷言世间啊 天草我还去告诉你 别说是皇上 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你今天也只交代 成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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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没受伤吧 你怎么样 没受伤吧 没受伤吧 这是中信封 我们暂时不会离开手啊 如果你想找我们 放开他 我自会强 啊 啊 竟然杀了我儿子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我看谁敢 死乃当今圣上 圣上 圣上 这招 偏偏小毛头还起来 骗我们 小掉大牙 对啊 皇上出门 怎么可能只带一人 怎么不得带百八十人 想要装皇上 也得装得像一点啊 是啊 肯定不是皇上 够了 人家村 一向安分熟悉 从不招惹是非 既然撞破了我们 人家村的秘密 还杀了我儿子 你小小 胡子出去了 来人 把这两个人 给我救地处军 好住手 李大人 李大人 你来的正好 这两个人冒充皇上 臣罪该万死 至下不言 人家村竟出现 如此的荒唐之事 请陛下致罪 请皇上致罪 请皇上致罪 皇上致罪 臣在 是受安宪县令 是你当父母官 这些 如何致罪啊 至 至聚众喧哗 惊扰龙体致罪 你胡说 拐卖人口 勾结村长 滥用死刑 陛下 臣对此事并不知晓 傅大贵 你们可有拐卖人口 草民冤枉啊 冤枉 那这火星 怎么解释 皇上 一大贤旅 村长有权处理犯罪村民 炎草儿 握手妇道 世道如今 你还敢撒谎 大人 大人明察 你就是给草民一百个胆子 草民也不敢欺君呢 皇上若不信 请问问村中女人 是不是被拐卖致死 皇上 民女是自愿嫁进延家村的 民女也是 她们撒谎 民女可以做招 我们都是被拐卖来的 炎草儿 我下令是以火刑 恨我理所当然 可 可是你不能乱讲话呀 这是 齐君之罪呀 皇上 我说的都是实话 朕知道 你们之所以不敢讲实话 无非是怕连累家人 朕 今日承诺 有讲真话者 凡受害女子之家属 真心悔改 可免死罪 有意欺瞒者 一 齐君之罪论处 各位姐姐 我们不能因为随风飘摇 就把自己当成野草 以为自己渺小 就没有力量 以为自己微弱 就没有尊严 我说 我也说 皇上 民女的确是被拐来的 民女也是 请皇上致罪 来人 将严家村村长 拿出去 连诸锦足 皇上 皇上 我告发 李先令私存资财款 请皇上 给我付下 流条血脉吧 你 血口喷人 皇上 卑职冤枉 你以为他不说 朕就不知道你私底下干的那些事吗 皇上饶命 皇上 看在微臣 找到公主的份上 请皇上饶被之一命 皇上 将李先令 与此事有关的村民 拉出去 押入大牢 皇上饶命啊 饶命啊 饶命啊 皇上 这些年你受苦了 这些年你受苦了 皇上饶命啊 公主随后会随皇上回京 那姑娘你呢 公主 月娘姑娘就是皇上走世多年的女儿 当初老板醒了 已问出典当吊坠 来人是严家的儿媳月娘 你是怎么来到严家村的 回皇上 民女也是被拐过来的 那你还记得 你被拐的那年多大吗 七 七岁 七岁 你别怕 其实这也有一个女儿 也是在七岁的时候 被拐走的 你看看这个 这个吊坠 不是拿到当铺去典当了吗 怎么会再您这儿啊 你还记得吗 就是在你被拐的当天 阿爹送给你的礼物 元儿 你是我的孩子 大千国的公主 什么 颜草儿居然是公主 皇上好像把我误会成她了 既然天意如此 那可怨不得我 你是 爹 元儿 爹 嫂子是皇上的女儿 是啊 皇上寻找公主那么多年 没想到冥冥之中 自有缘分 真好 小时候的事 一点也不记得了 也不知道我爹在哪儿 有没有在找我 姑娘 姑娘 我很小就被拐卖来了 早已经忘记了家人的模样 宫里的御医说 一个人的记忆是不会彻底遗忘的 我听姑娘有进程口音 何不跟我们一起回去 说不定会想起来吧 真的吗 宫里的御医 是这么说的 那太好了 对了 魏大人 你能否先借我点银子 啊 难道你 不是元儿 魏阳哥哥 你是不是记错了 我的 小壁上没有什么吧 我只有一道 陈年旧吧 而是在 用间 用间 是啊 魏阳 我也记得 那道八呀 是在肩上 啊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我记错了 当时我们俩 在山里迷了路 你为了救我 不小心掉进了一个捕猎的陷阱里 伤到肩膀 这才留下这道八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 我认错爹爹了呢 我这辈子 做的最后悔的事 就是当初带你书的圆满 对不起 没关系 都过去了 魏阳哥哥 我现在 不是过得很好吗 他在室的 还好我见我 炎草人身上面的八 我右肩 似乎也有一道八 你 怎么了 没什么 对了 父皇 李县令和阎家村的村民 您打算如何处置啊 他们啊 出发律法 起军网上 自然是 秋后问斩 竹连九族 你爹爹保护真好 我的爹爹在哪呢 皇上这般心狠熟辣 若我暴露 下场定会更惨 不行 要想办法 早点除掉这个祸害 妹妹 咱们也算相识一场 在你没找到家人之前 和我一起生活吧 啊 父皇 可以吗 原来这么重感情 父皇很欣慰 草儿姑娘 您想如何 我也同意 苑儿妹妹刚回来 去宫里 难免有些不适应 刚好 草儿姑娘也有个去处 好 就这么定了 多谢父皇 谢皇上 有人吗 我来说点那物 月娘 我叫颜草儿 月娘是我嫂子 你叫颜草儿 月娘是你嫂子 嗯 老板 我要把前期日子 当地的吊坠赎回来 啊 吊坠啊 真不行 已经卖掉了 我不是说了 还要赎回来吗 我这里又不是仓库 有人出甲高 自然就卖了 你卖给谁了 这店里每天典荡赎回的 我哪能记这么轻啊 那个吊坠是我爹留给我的 我还要靠他找到我的家人 麻烦你再好好回忆一下 这么说 他才是公主 可是现在再说 会不会落个欺君之罪 求求你 你跟我说 到底是被谁买走的 我自己去找他赎回来 不会让你为难的 实话告诉你吧 那位客人是外地的 早就离开寿安县了 他是哪里人 这种事 我怎么好打听这么清楚 行了 赶紧走 别打扰我做生意 哎 狗生 袁儿 你还记得你阿娘 长什么样吗 嗯 也难怪 七年了 你被人鸭子带走的时候 到现在都七年了 哦 对了 你还记得魏昂吗 不记得了 哈哈 小时候的你啊 最喜欢跟在他屁股后边 哥哥长 哥哥短 还说等长大要嫁给他 哈哈 是这样子的吗 你一点印象都没有吗 没 没有 那你还记得 你小臂上的疤是怎么来的呢 什么疤 难道你的小臂上没有疤吗 难道你 不是袁儿 参见皇上 参见公主 袁儿 公主府落城之前 你就先住这公主殿吧 多谢父皇 这些年你受苦了 有什么需要 告诉父皇 父皇尽力补偿你 能回到父皇的身边 袁儿已经很知足了 嗯 你们几个 好好伺候公主 奴婢遵命 袁儿 曹儿身子骨弱 一些脏货重活 就尽量 让其他宫女去做吧 知道了 就算父皇不讲 女儿也不会让曹儿妹妹 伺候我了 好 还处在这干嘛 没看见妙娘跟我讲话吗 一边去 原来当宫女也这么不容易 不知道魏大人找到我的家人没有 陈认为 公主还朝之时 尚有蹊跷 此时照告天下 恐怕不妥 姚珠吊坠 天下无双 还不能证明女儿的身份吗 还是你觉得朕 快糊涂到认错自己的女儿 臣不敢 只是关心走路 陛下你 爹我唱的好听吗 好听 不过 阿爹以前 可从来没听过你这么唱曲子呀 因为这是我阿娘 自己编的调子呀 是这世上独一无二的歌 独一无二的歌 人儿 但是你听起来 也不说了 刘主 是这世上独二是这个 咱们儿 还在说 你这 те 伍女儿 你有没有 自己的歌 还在说 那么你现在 这个歌 比你还在这儿 这些歌 喜欢我们的歌 啊 你这些歌 朕记得 这还是你阿娘亲自编的曲子呢 是 我有些不记得了 只是脑海里 隐约有这样的旋律 元儿妹妹 方才那首曲子 能再唱一遍吗 我还想再听一次 元儿 你就满足扬一次吧 朕 也正好想多听一次 怎么 莫非元儿妹妹不愿意再唱 啊 并非元儿不愿意 只是 昨儿贪嘴 多吃了几块方糖 现在嗓子 实在 受不住 哦 这么突然吗 方才还没事 现在当面要唱歌了 嗓子就难受 到底是元儿妹妹小气呢 还是说 方才妹哥 根本就不是你唱的 乌梁哥哥说笑了 不是我唱的 还是谁唱的 方才那声音 我听这道像是盐草 方才那声音 我听这道像是盐草 诶 这首歌是元儿的阿娘亲自编的曲 只有朕和朕的元儿才听过 原草儿那个丫头怎么可能会唱呢 莫非她是 亲 皇上明鉴 刚才公主唱的太久 嗓子恐怕有些撑不住了 来人 快去请太医 对不起 元儿妹妹 都怪我 我不该让你再唱一遍 没事 元儿 也想给未王哥哥唱了一场 可惜 没事 等元儿妹妹声音好了 再唱一次便是 反正来日方长 我们有事实践 给我重重的打 打到我满意为止 这些金银珠宝 都是你们的 多谢公主 公主 奴婢自然没有做错事 公主为何打我 没有做错事 你做了什么 你我心知肚明 不要妄想 自己得不到的东西 都别妄想什么了 这么快就不承认了 昨天 在御花园唱歌 勾引未昂哥哥 难道不是你吗 怎么 还不服气 所以 去帮我拿绣花针 今天 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你 这不知死活的下人 给我按住他 放开我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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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服不服 公主命令尽职 主子折磨宫人 若是被皇上知道 公主可要考虑过后果 宫规 宫规都是为你们这些身份低微的狗奴才制定 我贵为大前的公主 玩弄一条狗罢了 如何谈得上宫规 天际犯法与庶民同罪 看来你还是不清楚 什么是主子 什么是狗奴子 你不过生了一张楚楚可怜的脸吧 要是没了这张脸 我看卫阳哥哥还喜不喜 颜草儿 我告诉你 我是大前国唯一的公主 而你 不过是一只 摇为乞怜的狗奴才罢 皇上驾到 不 皇上 我真的没想伤害公主 我发誓 你的意思是 公主诬陷你 皇上 且听她解释 再打也不迟啊 皇上 是公主想对奴兵下手 将皇上来 将天之下再把银渣塞到奴兵手中 荒唐 公主为何这么做 公主待你不薄 你怎能这样颠倒黑白 是啊妹妹 我到底做了什么事 才让妹妹 如此恨我呀 你 我已经贵为公主 我若真不能容你 为何 用如此低劣的手段报复你啊 是 奴兵也想知道 你已经贵为公主 为何还要这么凌辱 折磨奴兵 妹妹 我知道 你还在为颜家村我 见死不救的事情而怨恨我 可是 当时 如果我站出来 我也会死的呀 皇上 我真的没想要伤害公主 先你一定要相信我 皇上 我说的都是时光 你先相信我 那是你的命 我 你先相信我 你先相信我 我先相信我 你先相信我 我先相信我 你先相信我 皇上 你算是桃花酥 你算是桃花酥 等一下 你刚才说什么 皇上 他好像说的是金钟特产 是桃花酥 小时候 最爱吃的东西就是桃花酥 元儿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父皇 卫阳哥哥 你们别怪妹妹 我知道 他是因为在颜家村 我没有站出来为他讲话 所以 才倾恨于我的 你 竟然敢对公主下毒手 皇上 我 不是这样的 启禀皇上 刚才 燕草儿说 要花花公主的脸 都怪我们没保护好公主 请皇上责罚 亡我以前以为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没想到 已经这么万恶负义 燕草儿 你可知道 谋害公主是何下场 来人 别打三百 皇上 我 不是这样的 皇上 此事尚未调杀清楚 人证物证俱在 有什么不清楚的 朕 千辛万苦找回女儿 大千国 最尊贵的公主 岂容一个小小的姑女欺辱 我没有 与朕 编姓三百 父官 妹妹已经知道错了 再打下去会出事的 求您饶过她吧 是啊 我在想什么 我的元儿已经找到了 不是吗 公主 元儿 快穿太医 回圣上 公主只是受了惊吓 并无大碍 脸上的伤 也是轻微的皮外伤 吐血药膏 两三日便可痊愈 幸好啊 怎么了 陛下 臣有一件事 不知当讲不当讲 但讲无妨 元儿举止谈吐 少点纵容 平日里慌里慌张的 反观炎草儿 欲试冷静 不卑不亢 更倒像是 年幼时的元儿 元儿生性良善 为人温和 留在严家村 那样压迫下的 环境里长大 所以才养成了 战战兢兢的情歌 说起来 是真对不起她呀 可您不觉得 相比于元儿 严草儿骨子里那种 不卑不亢 从容大方的镜子 才更像公主吗 他二人 同是严家的同养媳 从小一起长大 严草儿在行为举止上 有意模仿元儿 二人有几分相似 也在情理之中 温阳 你想太多了 好了 我们先出去吧 不要打扰元儿休息了 公主之位是我的 温阳也是我的 颜草儿 我绝不允许 你夺走我现在拥有的一切 翠儿 我这差 何这身衣服配合你 坚持绝配 严二郎 你怎么在这儿 公主殿下招我进宫 草民哪敢不来呀 我还以为你当了公主 就把我忘了呢 怎么会呢 你说过 你当了大官 我就是官夫人 我现在当了公主了 身边刚好 缺一个驸马的位置 不知道 你有没有兴趣 那你想让我当副马 干嘛让我打扮成太监 现在 再要完成一件棘手的事情 才能当副马 不知道 你敢不敢 做什么 过来 为什么 你不敢 还是念旧情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你做得成 你就是驸马 你要是办不成 你今天假扮太监 闯入公主殿 就够你千刀万万 那我要是告诉皇上 那吊坠是岩草 你就得被五马分尸 你 别紧张 我可舍不得 现在我和岩草儿 是没有可能了 以后的荣华富贵 就靠你了 很好 不过 你让我干的事情 我突然想到了 一个好办法 说来听听 他们为什么这么针对我 是因为魏阳 还是 不管了 我要想办法 离开这里 你干什么 磨刺什么呢 再不好好干活 醒醒再伤你一顿鞭子吃 这鸡是什么 蜜汁啊 干嘛呢 死丫头 大惊小怪 妹妹 快起来 你身子还没好呢 快过来休息休息 我没事 这些事 让翠儿做就行了 你坐着歇着吧 你 你要干什么 妹妹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又想了一下 昨天呀 确实是我做太火火了 这不 我让御膳房 准备了些糕点 给你赔礼道歉 我做这些呀 确实出于 对你的妒忌 虽然 我已经是公主了 但咱们在严家那么多年 遭了那么多罪 那时候 我就嫉妒 你和二郎的关系 我多么希望 大郎也在啊 可是我没有 进了宫 我也害怕 魏大人 会离我而去 对不起 妹妹 我已经找到我的家人了 已经是公主了 而你 还是一个人 我真的不该那样对你 姐姐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 那你原谅我了 我 我原谅你 那以后 就把这儿 当成自己的家 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 来 这是父皇送来的糕点 你尝尝吧 嗯 你别说 这宫里的糕点呀 真的是口味不一般啊 再来一块 谢谢姐姐 你 你给我吃什么 荔枝糕啊 妹妹 好吃吗 敬 我嫉妒你 请你也配 进来吧 进 卫阳大人到 卫阳大人到 快 把他拖到没人的地方去 卫阳哥哥 请进来 卫阳哥哥 喜欢吃荔枝吗 我这里啊 有御膳房送来的荔枝糕 非常的香甜 这个 是你吃的 是 不对呀 我记得圆儿 对荔枝过敏 是 我小些的时候 确实对荔枝过敏 不过 这阎家村 位于岭南 盛产荔枝 后来 接触得多了 便不要而遇了 原来是这样 对了 卫阳哥哥 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 我今天过来 是看看你身体 恢复的如何 看你无恙 我就放心了 今天还有其他事情 就先行告辞 卫阳哥哥 王太医 哦 此次前来 是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如果天生对某种食物过敏 而长时间进食这种食物的话 有没有可能痊愈 这过敏之症 很难痊愈 就算后天有所缓解 如果遇到过强的刺激源 也会有并发的可能 小五 大人 您找我 明日启程 去趟寿安县 给我调查一个人 谁 炎月娘 进了吧 公主 人哪里了 神道宿雪园 那是什么地方 有人吗 放心 一个废弃的院子 听说还闹鬼 没什么人 是吧娘 是的 有七八年了 太好了 终于解决这个祸害了 看来这次真的结束了 预计处处受凌辱 倒不如死了 一两百里 可是我不甘心 我还没有找到爹地 我不能就这么死了 陛下 出事了 今日 我去探望永儿妹妹 永儿呢 公主 一早去给皇后娘娘请安 这会儿还没回来呢 既是如此 那我再改日探望永儿妹妹 怎么只有你一人撒撒 颜草儿呢 回味大人 她失踪好几天了 不是人哪 小心点鞭子 妙娘 颜草儿去哪儿了 佟大人 您这话问的 老奴怎么知道 她去哪儿了 心许 是躲在哪个角落 偷懒了 妙娘 我可理解 这里是宏宏 不是什么 你为所欲为的 颜家村府 若让陛下知道 你有做 有为公归的事情 你可知道下来 我最后问你一遍 颜草儿 到底在哪儿 卫大人息怒 老奴 几天前 见他进了宿雪园 希望我 一概也不知 宿雪园 什么 宿雪园 来人 请下宿雪园 渊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草儿妹妹失踪几日了 我都快担心死了 刚才听妙娘讲 她可能来了宿雪园 便赶紧来到这里 也好 有一个人 也应该让你见一见了 父皇 是妹妹 你是人是鬼 我自然是人 不过按照公主的技能 我现在应该也是一只鬼 你胡说什么 草儿 发生了什么事 你怎么会到这里来 我 不光 我给草儿妹妹检查一下 她身上 有没有受伤 也好 打阵雨未昂 先出去 皇上 这园子 得有十年没来了吧 没想到竟如此荒凉 是啊 自从原儿妹妹失踪以后 雪妃娘娘怪罪于您 八世此生再也不与您相见 却再也没让您来到这儿 她当真是恨透了朕呢 奇怪 怎么没看见她呀 兴许 在后店吧 走 我们去看看她 如果她知道女儿回来 一定会很开心 只是不知道 还能不能认出原儿 一定能的 亲生母女之间的联系 是天性使然 有时候 仅凭一点感觉 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 我警告你 在我父皇面前 你最好少乱讲话 否则 我有的是办法折磨 皇上不会允许你这么做 你说的对 父皇如果知道我这样做 肯定会愤怒 但是你觉得 他会为了一个 连父母都没有的贱婢 就怪罪于我吗 究竟为何 已经冒着惹怒皇上的风险 要为难我 为难 你说的太轻 我想要 你从这个世界消失 我不明白 你不觉得 魏昂格格 对你太过好了吗 明明我才是公主 你一介贱民 有什么资格 可以跟我争驸马 你误会魏大人吗 如果你是因为这个原因怨我 那我可以离开皇宫 坏丫头 我请你欺负我女儿 她是人是鬼 娘娘 你是疯你人 你好带的胆子 知不知道她是谁 她是大前公主 假公主 住嘴 假公主 假公主 你给我住嘴 你们两个 撕了她的嘴 不可言 算什么东西 公主 怎么以为你也敢违抗 你们不能打她 你给我起来 你们知不知道她是谁 一个疯医人 我管她是谁 她是小贝娘娘 皇上的第一人发青 她是你的生母啊 你胡说什么 我堂堂公主 怎么会有这样的生母 颜曹儿 你如何得知此事啊 她 她今后说的 一个疯女人的话 你也信啊 她说我信 我也的确有所耳闻 我听说 雪妃是皇上最心爱的女人 当年 要不是公主失踪 雪妃娘娘怪罪于皇上 她们夫妻二人 发誓这辈子 再不相见 当今皇后的位置 必输雪妃 这么说来 这夫女人 莫不是 真的就是 雪妃吧 这 这怎么可能 这一看就是个冷宫啊 再说了 皇上那么疼爱公主殿下 怎么可能 让公主的生母住在 连狗都不待的地方 啊 颜草儿 我知道了 你是想利用这个疯女人 报复公主是不是 我没有 坏蛋 骗子 都是假的 住嘴 假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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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说 小心我给你点颜色瞧瞧 给我上 打到她 住嘴为止 我 我 就算你打死我 你也是假公主 他若真是雪妃人 你们都会后悔的 他若真是雪妃 那我们肯定晚了 以防万一 你想杀了他 这不好吧 这里是冷宫 再怎么说 还是皇上的女人 那能怎么样 父皇不是已经走了吗 可是 难道 你不想 当驸马的亲娘吗 还是你想让你的儿子 在宫里 当一辈子假太帝 娘 好 儿子 过来 拿把手 放开他 雪妃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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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雪即使疯了 还不忘躲着阵呢 皇上莫伤心 魏昂 这就让人找出雪妃娘娘 放开雪妃娘娘 什么声音 怎么放开 怎么 好像是雪妃娘娘 住手 住手 雪妃娘娘 阿雪 别怕别怕 这是怎么回事 叶曹尔 谁让你到这里来 打扰雪妃娘娘 皇上 是公主和妙娘 他们骗我吃了荔枝糕 然后趁我过敏症状发作 就把我扔到这等死 他们刚还想把雪妃娘娘 扔到井里 你可知道这是何人 这是你生母 这胡闹 已经放了大逆不道之罪 不是这样的 都是妙娘干的 是她自作主张 把炎草儿扔进宿雪园 也是她 想要把雪妃娘娘 扔进井里的 不是皇上 不是 你敢说 把雪妃娘娘扔到井里 不是你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 父皇 他承认了 来人 皇上明鉴 皇上 皇上明鉴 扶害雪妃娘娘 刺一张红 皇上 皇上饶命啊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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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娘求求你了 皇上 皇上 皇上明鉴 这都是她一个人的主意 跟奴才没关系啊 求皇上 竹子这个 一下罐上的奴族 你死了 启禀皇上 你人死了 赶快外去吧 是 元儿 你过来 娘 孩儿该死 没有认出你 阿雪 这是我们的元儿 她已经回来了 夫君 你太糊涂了 她根本不是我们女儿 她根本不是我们女儿 你说什么呀 我说 这个女王 冒充我们的女儿啊 娘 你不认识元儿了吧 你不是元儿 你是冒充的 夫君 你看 我们的女儿 多可爱呀 疯女人 差点吓死我 元儿 你别怪你阿娘 自从你失踪后 她就整夜整夜地 睡不着觉 没多久 就得了失心疯 我知道 都是因为我 母妃才会变成这样 父皇请放心 我一定 会好好照顾母妃的 能有这份孝心 父皇很高兴 那我能将娘 带回公主殿吗 也好 你们母女啊 是应该多亲近几近 这也许 对你娘的病有好处 娘 我们离开这儿好不好 不 我不走 我不走 娘 阿雪 你真的不要元儿了吗 你不是元儿 你是冒充的 你 雪妃娘娘 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 你也去吗 嗯 我跟你一起 颜草儿丫头 既然雪妃娘娘 这么喜欢你 你以后啊 可就好好多陪陪她 谢皇上 奴婢求之不得 假的永远是假的 再怎么隐瞒 也隐瞒不了 她的亲生母亲 你说是吗 雪月娘 这个女人真不简单 疯了那么久 居然还能认出自己的亲生女儿 皇后娘娘 你说这话 是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 我似乎 从未得罪过皇后娘娘 您为何这般 诋毁我 门心自问 我有诋毁你吗 您就不怕 我向父皇告状吗 哼 该怕的人是你吧 笑话 我怕什么 许月娘 金娇人士 七岁时被生父 以十文钱 卖给了人牙子 后转转 卖给严家村 严家为同样集 从此更名 严月娘 你怎么知道这些 大胆刁民 胆敢欺瞒皇上 混淆皇室血脉 该当何罪 皇后娘娘饶命 是岁月娘不懂事 求皇后娘娘不要告诉皇上 我愿意 刀牛做马 报答你 知道你为什么会暴露吗 是因为 你的手段还不够狠 你想杀掉崔子元 却又下不去狠手 须知 斩草不出根 吹 吹又生 我若是你 我便一不做 二不休 杀死崔子元 勇绝后患 你不是说 他对荔枝过敏 扔在那里不管 一定会死吗 是啊 我昨天把他放在那的时候 他都快死了 那个贱人 真是命 会不会 是雪妃救了他 一个疯婆子 怎么能救他 都是你的错 行行行 都是我的错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不行 这贱人 不能再留着 我若是你 我便一不做 二不休 杀死崔子元 勇绝后患 你还想当驸马吗 当然想 那你杀了炎草 我立刻向父皇请去 你为父吗 我杀 这 怎么 这就怂了 看来 你也只是嘴上说说而已 你想想 只要杀了炎草儿 我就是真正的公主 朋友 作为我的驸马 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二郎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你可都得 顾着我 你说得对 炎草儿不能留 今天晚上 就让她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 雪妃娘娘 谢谢你在宿雪园里救了我 但是 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 不要走 不要走 雪妃娘娘 再不走 肯定会被公主害死的 你放心 会有其他人来招换 圆儿不走 圆儿不走 雪妃娘娘 公主才是圆儿 我只是个普通丫鬟 我的吊坠 这是我的 雪妃娘娘 对不起 您的吊坠真漂亮 能不能让我看一看 那就给你看一眼 好看吗 雪妃娘娘 我有一个一门一案的吊坠 但可惜被我当掉了 骗人 这个吊坠 只有我和圆儿才有 难道 我才是公主 今天我们相见之后 你去了当铺对吧 难怪月娘 几次三番针对我 不惜置我于死地 原来都是因为 她抢了我的公主之外 再步步退了 迟走会被她害死 圆儿 您的吊坠呢 娘 我一定会把十几年前失去 全都夺回来 二郎 你 见我 是我 二郎 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二郎 关于找家人这件事情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二郎 找家人 你不是找卫大人帮你吗 一直没有消息 可能是卫大人帮你吗 大人公务繁忙 没有太多精力吧 可是二郎 我真的好想找到我的爹爹 我想尽快离开这里 这样 嗯 这样 不是对你们都好吗 不管你们想做什么 我都不会再阻碍你了 话是这么说没错 但是我没法帮你 二郎 你不是一直都想要我吗 如果你肯帮我 今晚就给你 那那行 那我帮你 哎 天草儿姑娘 你在里面吗 你害我 你干什么 你放开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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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耳朗 你 你 眼耳朗 你该当何罪 公主 快帮我跟卫大人解释一下 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 怎么回事 他说公主找我有事 在我开门的时候 他说起来要 你 眼耳朗 你以为这也是什么地方 说 你没有进身 是怎么进的宫 我 是公主 是公主 是公主找我进宫的 二郎 我念在凶嫂之情 准你入宫当差 没想到你竟然心怀不轨 魏昂哥哥 快 杀了 简人过河拆桥 好啊 大不了大家一起死 魏大人明鉴 是公主 是公主派我来杀野草儿的 盐二郎躲避冰身在心 侮辱谋害盐草儿在后 理应就地正法 来人 拖出去 草儿妹妹 没事吧 没事 多谢姐姐 替我出息 男人呢 都是靠不住的 姐姐自然 要为妹妹撑腰 娘 我来给你洗脚 舒服吗 娘 你以后要记住 我才是你的女儿 崔芷媛 你干什么 坏女 又想冒充我女儿 你个坏女 你这个疯婆子 我告诉你 你再乱讲 小心我扎了你的嘴 公主殿下 找我何事 求皇后娘娘帮忙 我 为什么要帮你 据我所知 您跟皇上 轻为竹马 谁知 半路杀出个雪妃 夺走了皇上 对您的宠爱 您 难道不恨他 和他生的女儿吗 你 倒是有些小聪明 既然如此 我这正好有个计划 过几日 就是十五 到时候 您以上 让香祈福为由 诱骗岩草而出宫 我会安排好杀手 杀死岩草 一绝够怪 那就多谢娘娘了 此事若成 从今以后 任凭娘娘调遣 巧了 我这正好有件事情 需要你去做 什么事 你知道雪妃 为什么还活着呢 难道因为 她是皇上的宠妃 错 那是因为 她疯了 哦 那现在呢 我觉得 她是在装疯 她对我的戒备心太强 不适合我亲自去做 我希望 你可以试试她 这样 你的事 我才会帮你 所以 我应该怎么做 听说 她得了一种 知觉混淆的怪病 不分昼夜 不知寒暑 你去试试她 好 姓夫 我要告诉我女儿 公主 发生什么了 我想给母妃洗脚 不料 水打翻了 雪妃娘娘 我再去打点水 我们重新洗好不好 好 明日十五 我准备去慈恩寺 为父皇和母妃 上香祈福 你跟我一块去 是 元儿 我可以进来吗 卫阳哥哥 进来吧 听说妹妹病了 我 也许 是昨夜感染风寒 睡了一觉 好多了 抱歉 我不知道妹妹在午休 哎呀 你怎么了 哪里不舒服吗 我胸口闷 那我去请太医 等等 这点小事 哪里需要劳烦太医 帮我揉揉便是 公主安然无恙 卫阳 别安心 我还有事 先行告辞 卫阳哥哥 你早晚输 卫大人 一直以来 你帮了我很多 我为你做了一份糕点 以表谢意 谢谢草儿妹妹 公主 天怪黑了 再不回去 皇帝陛下和雪妃娘娘 该着急了 再等等 杀手怎么还不出去 皇后不会耍我 来 有资格 保护公主 公主 他们不是一般人 我们 我们坐马车逃 晚了 跑不了 年代的 黄泉路上 你可别怪了 等等 你们看清楚 我可是公主 管你是公主还是太子 我们主人有令 重重杀锅 一个不留 还给你们多少钱 我给双倍 小姑娘 你还是没有看清 公益的形势 我们为的是钱 老大 这个可是公主啊 杀的有点可惜 不如咱们兄弟 先爽一把 说的也是 我还从来没有玩过 金枝玉叶的滋味 那这个怎么办 一个小野村妇 直接杀了 大哥 救命了大哥 大哥 你们要杀了 你们的鸡子会后悔的 什么意思 皇帝陛下 已经知道了真相 如果我还活着 你们的主子 或许还可以保住一条性命 甚至保住他现在的地位 可如果我死 他就再也没有我这个机 自然也会被侵杀到天涯海底 皇帝如果知道真相的话 这个妇女 还能活到现在吗 你觉得这次 为什么不是魏大人代表 老大 要不要我们先把他们扣住 派人再去请示一下主子 我了 主人的命令就是命令 给我上 小狗狗 Ng 你怎么知道公主有危险 你怎么知道公主有危险 上香祈福路上 公主有危险 因为我就是公主 月娘千锋百计 想置我于死地 就是害怕我和皇上相遇 这次上香 她让我陪她一起 也是为了想要除掉我 但是我没有证据 仅能证明我身份的玉坠 已被我当过 魏大人如果不相信 自屁杀了 可否 让我看看你右肩上的伤疤 叩见公主殿下 请请 不瞒公主 自从月娘进宫以来 我就开始怀疑她的身份 可惜并无确凿证据 这次回去 我立马向陛下禀报 让你们能够父女相认 还不到时机 这次杀手的目标 不止是我一个人 还想连月娘一起除掉 我只希望魏大人 能在暗中协助我 等待时机成熟 臣 定当干扰福利 娘娘 派出去的杀手 失败了 什么 这是废物 快给我滚 是 皇后娘娘 您到底什么意思 我诚心与你结盟 没想到 你竟然也想杀我 竟然有这套事 想必是派出去的杀手 会错了意 您这说辞 连三岁小儿都不信 皇后娘娘为何这般敷衍我 你若不信 我也没办法 不过 现在当务之急 是让死真正的兵 那就祝皇后娘娘好运了 月娘 失陪了 你就不怕 我告诉皇上了 我有什么好怕的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年是你 害人拐走了公主 我倒是小瞧了你 不过 我可提醒你 刺杀之事 已是打草惊蛇 若不斩草除根 早晚会被发现 我哥哥乃是朝中重臣 到时候 我顶多被贬 而你就要受到千刀万剐之刑 究竟怎样 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究竟怎样 我希望你可以考虑清楚 求皇后娘娘 再给我一次机会 看样子 还不至于太丑 事情 就是这样 真是蛋大包天 竟然毛害人 下一次 就快谋害朕 卫阳 继续查 朕 要看看 是谁 竟然连朕 都不放在他眼里 臣 临死 严曹儿 你离微不惧 挡住杀手 为卫阳争取了时间 救了元 大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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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赏你 毕萨 卢必有事禀报 说 小手说是盐草儿买通的 目的是刺杀公主 此话当真 千真万确也笔下 大胆 来人 别草业入大牢 怎肉眼 皇上 不是我 咋 他才是公主 您的女儿元二 父皇 都是这个贱婢 想要陷害儿臣 连卫阳哥哥 也被迷惑了 卫阳 我本来对你寄予厚望 如今是悔改 朕 临你一起斩 你要上去杀吧 跟卫大人没关系 乡下女人就是这个 穷凶极恶 为了这个事 什么都做得出来 好了 不必再说了 你可问这 元二 不要欺负我的元二 阿雪 元二在这儿 母妃 我才是元二啊 你是骗子 你不是我的元二 陛下 雪妃娘娘已经疯了很久 切不可因为她 而伤了您和元二之间的感情 来人 把雪妃拉出去 大人 我来晚了 查到了吗 皇上 臣有证据 您请看 陛下 月娘本是金娇雪家的女儿 当初为了给其包地 凑钱支笔 才卖给人牙子 然而 天网呼呼 输而不漏 在前不久 人抓到的三个人牙子中 其中有一个 就是当初买卖月娘的人 此刻 她就在店外守候着 她能证明 月娘并非是金枝玉叶 而是许家的女儿 父皇 别再让温阳哥哥胡闹了 是否胡闹 见过证人在辩论也不迟 传证人 不要怕 你告诉皇上 十年前 被你从许家转卖给严家村 严家的人 是不是叫许月娘 回皇上 小明记得 许家原本有个女孩叫做 许草儿 卖给严家后 严家娘子将她 改为姓氏 严草儿 你再说一遍 你当初明明就不是这么跟我说的 你当初明明就说 那个女孩就叫做许月娘 大人 您记错了 不可能 皇上 一定是月娘搞的鬼 一定是她提前买通的人牙子 父皇 儿臣对天法使 从未见过此人 你不要再狡辩 当初就是你冒认的严草儿 交出吊坠 你欺骗你 这吊坠 本来就是我的 不对 这吊坠是我的 是阿爹送给我的 这吊坠我从小带到大 之前 原家村闹饥荒 家里没钱吃饭 我便拿到当铺 换了些钱 你胡说 这吊坠是我为了给严二郎 凑进金赶口的盘查 才拿到当铺 换了一两银子 慢着 一两银子 你可知 这吊坠 是由胶珠制成 价值连成 怎么可能只值一两银子 当铺老板说 这几书普通石头吊坠 只值一两 父皇 严草儿根本不知 吊坠的价值和材质 所以 这吊坠 根本不是他的 严草儿 你说你爹 给了你这个吊坠 那你还记得 你爹长什么样 叫什么名字吗 皇上明鉴 奴婢被卖吊时 年纪尚小 依稀记得 是阿爹将吊坠 挂在我脖子上 但是 至于阿爹的样子 幸运 实在是记不留了 胡说八道 随便你怎么编 月娘 别以为你买通了人牙子 我就拿你没办 姚五 带当铺老板进来 草民叩见皇上 你就是收安城当铺的掌柜 正是草民 朕记得 是你收了 朕给公主的信物 交珠吊坠 是 你还说 当初 是月娘去了当铺 月娘 就是吊坠的主人 是吗 是 这个 这个 就是交珠吊坠的当票 这上面清清楚楚 还有盐草儿自己和手艺 这就代表着 当初 去当铺 当吊坠的 是盐草儿 而盐草儿 就是吊坠的主人 是 是怎么回事 皇上 草民有罪 想清楚了再答话 切不可又一句谎言 说 当初在收安县的时候 为什么说 这交珠吊坠是月娘呢 你可知欺君之罪 当灭救赎 不不不 皇上 皇后娘娘 草民怎敢欺骗 这交珠吊坠 这交珠吊坠 就是月娘的 是什么 你再说一遍 皇上 这吊坠就是月娘的 月娘就是真正的公主 那这张当票有何解释 这当票是假的 草民从未见过这张当票 你 给我拉出去 皇上 告诉我 朕 你这当初 跟公主青梅竹马的份上 有一件公主许配给你 你却连同一个公女 一而再再而三的 不现公主的身份 快让朕失望了 来人 我让你押入大牢 十日午后 原草儿 以兵问斩 以兵问斩 陛下 娘 阿雪 娘 阿雪 你没事吧 袁儿 不要怕 有娘在 阿雪 你 如果不是我清醒过来 陛下你十年前弄丢我的袁儿 十年后 又要牵手杀了我的袁儿吗 阿雪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你 你不知道袁儿的身世吗 我有一法 可以辨别袁儿身世 那吊坠 那吊坠 融入了袁儿的指尖心 胶珠 平日虽然看起来 与普通玩时无异 若低上袁儿的指尖心 便可大放异惨 真的袁儿一世 便知 来人 取医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获花 睡出来 袁儿 你才是我的袁儿 袁儿 别害怕 娘 阿雪 太医 月娘已经被押入了大牢 择日问战 公主的身份 终于可以真相大白了 袁儿 不要太担心了 有你在身边照顾 雪黑娘娘一定会好起来 魏大人 多谢你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家人 这是我的侄子所在 皇上驾到 叩见皇上 免了 袁儿 你母后如何了 皇上 雪黑娘娘长期体弱 再加上此次头上的心伤 太医说 要多休养点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们母女 袁儿 你能原谅父皇吗 不能 我本以为阿爹会保护我 爱护我 可当我见到阿爹 却发现跟在盐家村的处境没什么两样 就当我严惆了 就当我严惆了 没有爹好了 袁儿 爹一定会补偿你的 你走吧 我不想看见你 袁儿 王后娘娘 救我 事到如今 你让我怎么救你 你要是不救我 我就把你的事情说出去 救你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 你现在告诉我 我的事 除了你 还有谁知道 这我可不能说 我要是说了 你把我灭了口 我找谁说理去 你只要知道 只要我死 你的那些事情 全天下人都会知道 到时候 看你怎么办 那你等着吧 我会想办法 不过你记住 这件事不能跟任何人说 否则 我也救不了你 欧阳啊 你说 如何才能让袁儿原谅我 陛下 袁儿不是心硬的人 但如果雪妃娘娘 无法好转的话 她可能永远不会原谅陛下 这都是朕的错呀 陛下 臣还有一件事情 要禀报陛下 当日 杀手自杀公主时 目标似乎是公主 和月娘两个人 你是说还有其他人 月娘进宫不久 不可能这么快 培植自己的势力 那些杀手剑是不可为 既然自杀封口 可见 并不是普通混混那么简单 这是法的天理 你给我扯查 一定要把他们连根拔起 是 袁儿 吃饭了吧 我带了点吃的 都是你最爱的 小时候啊 你最喜欢吃糖葫芦 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袁儿 不记得了 啊 啊 啊 不记得了 月儿 你先是阿爹不好 把你弄丢了 也没能照顾好你母亲 日子 就当是阿爹 掌控不过 是你 对 是我 怎么一脸吃惊的样子 我哥哥等会儿就带人过来 你这是谋反 是要猪九族的大罪 对 就像你当年那样 可是 你也没有灭九族啊 为什么 这么多年 我对你不好吗 还让你做了皇后 要怪就怪你这个乖女儿 来人 把他们给我杀了 月儿别怕 这次 阿爹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好感人的父女情呀 那你们就去地狱相见吧 怎么是你 我哥呢 陛下 兵部尚书勾结皇后策划公辩 谢你 好 陛下 我求你饶了臣妾这次吧 都是我哥哥逼我的 陛下 说得好听 生子死杀元儿的事 也是你哥逼的 陛下 我和元儿无冤无仇 我怎么会害他呀 陛下 哼 带上 陛下 你别听他胡说 他为了保密 胡乱攀养 皇后娘娘 你不愿意救我 还不允许我自救吗 皇上 都是皇后娘娘指使的 我原本以为 她是为了杀岩草儿 公主 没想到 竟然连我也杀 陛下 臣已查清 所有的武器 均来自皇后娘娘 哥哥的亲戚 还有何话要说 还有何话要说 陛下 是臣妾一时糊涂了 陛下 我怕你找到了女儿 冷了我呀 陛下 还在狡辩 让他们进来 陛下 陛下 饶命啊陛下 陛下 都是皇后娘娘 安排的任务 本来打算 直接杀掉岩草儿 可是 小弟一是贪财 就把他卖到 阎家村的阎家 饶命啊陛下 饶命啊 大胆 哪来的刁民 满口护言 陛下 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爱袁儿还来不及 我怎么会害他呢 陛下 是吗 娘 阿雪 娘 你醒了 说出来 就是当年 云儿 偶然看到 他连和他哥哥 准备出卖你的事 他才主心积虑 要害死我们母女 他在我吃的饭里下药 帮我搞成 是心风 原来 这一切 都是你在背后指使 好百度的心啊 陛下 求你看在多年夫妻情义的份上 你就饶了臣前吧 陛下 不会再相信你 自我了解吧 陛下 还要让我向你托到我们斩首吗 让我向你托到我们斩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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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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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阿爹 月儿 你终于跟着我阿爹了 我说过 这次阿爹 一定会保护好你的 阿爹 月儿知道了 你别说 阿爹对我最好 阿雪 陛下 娘 爹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公主崔子元 新年阴差阳错 流落民间 历经磨难 仍不改善良之本性 今 册封为定国公主 赐婚 第一御巡使 魏阳 亲子 册尔臣领旨 儿臣领旨 谢父皇龙恩